哈囉 各位眩平台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正偉老師 哇 2020年快到了喔 今天很開心呢 來到我們眩平台的辦公室呢 來看一下辦公室的風水 順便呢 要來教大家呢 如何運用辦公桌的風水佈局呢 來幫助你呢 開啟2020年的 財運 事業運 好運 旺旺來喔 我們今天來看這個辦公室的一個風水佈局呢 基本上是沒有風水可言啦 但是呢 其實它以它的座位來看的話呢 其實簡單 簡潔 其實它也算是一個很好的一種示範 因為那個辦公室呢 其實不要擺太多的零食雜物 代表什麼 你真的會越來越煩惱 而且很多的事情呢 你會發現 你都是累積做不完 晦氣太多 那這種乾乾淨淨的感覺呢 是蠻好的 但是它上面有一個擺設呢 你看又有老虎 又有一個米勒佛有沒有 看得出來呢 其實它還是有點風水的小心計啦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放一個米勒佛呢 增加自己的人際關係的話呢 它的位置呢 是放對的 例如說你的坐下去的左邊 就是龍邊 龍邊呢 可以放一些像是米勒佛 或者是呢 粉水晶球這一類的 都可以增加你的人際關係 讓你呢 就是萬事何何 那右邊呢 它放一個老虎 也是蠻厲害的 感覺有高人指點 因為老虎呢 本身呢 就是一個可以有避邪自殺的力量 所以呢 以這樣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的佈局是對的 但是就環境來看的話呢 這個位置呢 剛好它後面做一個替石櫃 幫它擋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呢 剛好有一個梁柱 基本上那個柱子呢 剛好切到你的辦公桌 當然 抓你前面的呢 還有一個替石櫃 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呢 它剛好在柱子旁邊 所以呢 通常你在梁柱旁邊的這樣的一個風水格局呢 它就像是一種壓力 你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呢 都是常常要做了好幾次 才有辦法做到如人所願 所以它是一種壓力的象徵 那通常我們的辦公室呢 最忌諱會坐在柱子旁邊 或是梁的下面 但是我覺得你的辦公桌呢 我發現 你的辦公桌有個東西 比你的主管更厲害 就是個孔雀羽毛 這是發生什麼事了 這孔雀羽毛呢 其實呢 我覺得蠻不錯的 像一般孔雀羽毛呢 它是可以避寫的 像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煞氣呢 確實可以用這種孔雀羽毛來幫你做化解 或者是什麼呢 你可以放一個水晶球 白色的水晶球呢 也可以化解這個柱子 所帶來的一種斜角的沖煞 這種也代表一種斜光 這個龍邊呢 它放了太多的雜物了 那雜物 這種龍邊的話呢 會很影響到它做事的效率 或許它很急 但是很容易出錯 然後呢 急就很容易呢 沒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所以效率可能有待加強 但是它算是認真啦 但是就是常常會有一種無頭蒼蠅的現象 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這個地方要把它整得乾淨一點點 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的桌子呢 如果擺了太多太多的東西的話 其實也會造成你的一種磁場的混亂 這一格來講的話 桌上有放一個雞 雞來講的話可以配合生肖 例如說你是生肖屬老鼠的朋友 你可以放一個牛 牛跟屬是合的 如果屬牛就放老鼠 屬老鼠就放牛 那如果呢 你是屬老鼠的 你可以放豬 屬豬就可以放老鼠 這樣來做一個六盒的搭配 所以如果你今天 是想要擺放六盒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事業上呢 比較可以增加貴人的運氣 所以你可以找一些這種 符合你生肖的動物圖騰的擺件呢 都可以放你的辦公桌 ول 我可以放 Mo 屬他 超少一比 超少一比 屬於